各位全国优秀的先锋们,大家好 今天我出来讲,就是最近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有些人,他恶意攻击这些验证员群 和商品上架学习群 还有一些正能量的直播间 或是一些正能量派友的微信 我想说这种恶意的投诉,他在后台都是有记录的 虽然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人不配为人 他已经恶毒到不能用人去称呼他了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影响整个外部三进展的事情 我们集结一些验证员,是要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去操作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可能会严重影响到自己账号的问题 而快速的学习和了解,如何快速的验证 将使得更多人快速的通过KYC 而这些来自人间的恶魔,却故意的去攻击这样的一个学习性的群体 包括商品上架赋能群 我想说他们的恶毒的所作所为 有可能会影响到事情的不顺畅 或者说更加缓慢的进展 但是,但是外部三也不是法外之地 但凡是落实和调查出来 这些人的账号将在外部三的世界里,将在派连上封禁一百年 甚至永久封禁 因为他们的恶毒行为不是高共识和低共识的问题 他们的恶毒行为是对抗整个社会的进步和世界的进步 对抗派网络 所有的先锋 极大的阻碍了派网络快速的发展和快速的落地 尼古拉斯老师说 每一位先锋都要成就一番伟业 每一位先锋都有责任去监督这样一种恶魔的存在 高共识和低共识不是问题 只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在区块链网络上和传统的 现有的世界是一样的 它都是最终以数据说话 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 当然我们所有的先锋都希望是高价值 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 但是,有分歧不重要 有分歧就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 但是通过一定的磨合和互相的交流和学习 它最终都会达到一个官方认可的统一的价值 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些恶意投诉的人 他们是什么目的 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抗整个网络的发展 对抗所有的三千多万的先锋 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影响不了大事 也改变不了派链的发展 以及它的完全落地 但是互联网其实在外部二世代它是透明的 你的所作所为都是有印记会留下来的 我最后说一句 当派链全面开源落地的时候 当全世界都在促进这个派网络 繁荣发展的时候 这些恶魔就是他们下地狱的时候 一个再嚣张的人都要敬畏天地 敬畏因果 做任何事情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好了 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多行不义 必自毙